如果有人得罪基督徒或牧师,他会很大罪 我也是为他祈祷神,因为他得罪我 有时有人欺骗我,或者拿了我的东西 我希望他会诚实,他会知道他欺骗我的钱是神的钱 这件事大家要小心 教堂的钱,牧师的钱,基督徒的钱 当你拿了神的钱是很大罪 所以当有人欺骗我的时候,我心态就说 我希望他会记得神的祝福,希望他会回到神面前 但如果他不回到神面前,这个是成为他将来的就座 所以有人害我们,其实是他比我们更惨 所以这个经文教我们 有人得罪我,有人不惨我,有人不惨我 是他惨,不是我惨 所以我去不要理他 我现在看开了很多 有些人在做工的时候,他不惨我 叫完他,他也是不惨我 我又自得其乐在那里赞美主 哈利路呀 我就在那里赞美主 我走又在那里赞美主 我和别人聊天,我又在那里赞美主 有时我都会发觉我留意自己的感觉 我发觉有时不耐烦 有时有些人跟他说句话,好像很难有联系 好像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譬如有些人,你跟他说话没有联系 你可以不理他 但是我的工作是要理他 跟他聊天 他当然没有话说的时候 我又跟自己说,我发觉我自己有些不耐烦 我要处理这个不耐烦 不要紧的,那个人 他不说话是他的辛苦 其实我要明白他 体谅他 那我就会化解我的感觉 如果我有生气的人,我就是神 你化解我 我立刻会跟自己说 有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有时你的心里 真的会有 我自己发觉我有 如果我有,我猜你也有 就是什么呢 有时说 这个人快点死好了 真的会这样 心里面会有这样的说法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说法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啊,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我相信 是每个人都会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可以 但是呢 但是呢 当我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之后怎么做呢 我就告诉自己 哇 我这样的时候 真的审判都会供出来的 于是我就提醒自己 不要生气人 不要因为人做的事 而去就座他 或者想不好的事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叫自己 祝福他 因为我要教我 由 开始小祝福 多祝福 祝福他 祝福他 就是我将我的心态改变 心里面可能多年 喜欢他某些事 但是神啊 祝福他 祝福他 一直将自己的那种 祝福心态提升 ok 接着我们又看 下一处经文 先读过经文 就是说 你不遥恕人 天父也不遥恕你们 即是你遥恕人 天父也不遥恕你们 所以我希望大家 其实以后 真的千万不要生气人 不要不理睬人 看到有新的人 千万不要不理他 因为你不理他 你忽略他 也是令他受伤害的 在学校 看到基督徒 看到你懂的人 都给他一种亲烈的感觉 我希望大家是这样的 即是你认识的人 都时时给人一种亲善的感觉 譬如这样 假设这是一个人 这个人 我认识了他 有一天就认识了他 嗨 你好 第二天我见到他 我又不理他 这个人 是我偶然认识的朋友 这个人会有什么感觉呢 是不舒服的 即是无论那人跟你有多小的联络 因为为什么 他说 昨天我和他聊天 今天为什么他不理我 尤其是这个人 是你熟悉的人 你不理他的时候 是不是很大伤害 你有没有试过 你懂的 明明懂的 但他不理你 是一个伤害 我们要学 不要被人伤害 但我们要学 不要伤害人 看到有任何人懂 不要不理他 一定给他一种热切的感觉 即是说 不只是制造 是他关心他 他跟他招呼 在车上看到 譬如有时我在车上 很逼很逼人 那里面有个人 我认识的 我跟他招呼完了 下车的时候 他走下来 我又会跟他说 他不会说 一下车就震到他 除非我说 我现在要先走 否则才经过 我都会给他一些交代 千万不要不出声 譬如我和一些人在一起 我真的很睏 我需要休息一下 我会告诉他 我说我现在很睏 他要黑人眼休息一下 我就不会就这样黑人眼 因为如果我黑人眼 有什么效果呢 他以为我不理他 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学习 时时地想到人的感觉 去祝福人的 接着 针言二十四章十七节 我一起读一下 一起读 你指给Elizabeth看看 你仇敌跌倒 你不要欢喜 他倾倒 你心不要快乐 恐怕耶和华 看见就不起缘 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 这件事你有没有试过 如果有个人是对你不好的 而这个人后来他就遭遇了一些问题 或者他跌倒 或者他病了 或者他有什么事发生 或者他女朋友和他分手 哎呀 哎呀 值得了 他以前怎样对我 他现在 突然被人不要他 真是很值得了 这句说话 你看圣经说 他说 如果你仇敌跌倒 你仇敌很惨 亏了很多钱 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快乐 恐怕耶和华 看见就不起缘 因为你幸灾乐和 就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 所以当我们见到有人不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 反而他安慰他 那个人是明明以前对你不好的 你都安慰他 其实是一个机会被你突破 我们基督徒要时时找机会突破关系 就是说 那个人一向跟你没什么关系 但他现在一件事发生 就算一件事你未必很认同 他做了一件事 他做了一些投资 即是你未必认同过投资 他亏了很多次 他亏了很多次 他亏的钱也是很惨的 那你就跟他说 我知道你现在 在生意上有些事 被很大的打击 听到我都觉得很为你伤心 我都知道你很困难 从真心来 不要不断移 你不断移的时候 别人会看到 我告诉你 人们看到你小小的小动作 在说的时候 不如在咪咪嘴笑一下 他一阴阴笑 即是有时 人看到他 幸灾落的时候 你不知到何时 会有阴阴嘴笑一笑 和眼眉睛一睛 我试过 在上网 有一个视频 是拍某总统 某总统 很多人说 他和某一个女人有染 他就在电视上 否认是没有 有人把这个片段拍了 拍了之后 就拍了他的眼睛 一个不正常的动作 他说他在说大话 他由这些人 看这些小动作 由你的小动作 是会显示到 你里面的世界 他觉得这个总统 在那个时候 是犯了罪的 所以我们有少少幸灾落海人 你会看到的 好 接着我们就看六家福音六章二十七节 一路读下去 用圣经读了 揭开圣经 因为不是圣经那段 我们就比较短一点 我想大家这段比较长一点 论外仇敌 你和旁边的指着他 给他看一下 指着他一起读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指示我告诉你们 这听道的人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就在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 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女衣也由他拿去 凡求你的就吸他 有人夺你的东西去 不用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囚者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囚者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掌握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囚者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你们都要爱仇的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止望常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作自公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亡因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遥恕人 就必蒙遥恕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星斗 连遥大岸 上尖下留的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你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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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